第一,从我们的研究发觉 微生态会调节免疫能力 当微生态失去平衡时,我们健康会出现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们最新的研究发现 新冠患者的长度微生态缺乏可以调节免疫能力的抑菌 与我们的病情严重程度息息相关 第三点是即使我们的病人的病毒已经清除 但其实长度微生态失衡会继续持续 可能导致一系列长期的病征 这种情况称为长新冠 这种长新冠将会是我们不仅香港以至全世界 面对一个很重要不可忽视的问题 而第四点就是目前以后界仍未清楚 新冠肺炎对健康影响的长远影响 但是我们发觉在八成我们香港新冠肺炎病人的患者 好之后 他们过了六个月的时间 刚才所说的 麦教授所说的症状依然是会持续令人担心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致力是研究 如何透过调节改善长度微生态失衡 来帮助新冠肺炎病人减少患到长新冠的风险 我们香港的生活饮食各方面的环境 令到我们患长期病患和患其他感染的风险越来越高 所以这是我们更加觉得需要正视的问题 以往的研究发现四成的香港市民 有严重的长度细菌失险 跟新冠肺炎病人是相类似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着重自己长度细菌 那个健康平衡是很重要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